三个个缩球,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二来二三角 压冠淘汰赛抽签一次 现在抽的是东亚区的抽签 之前已经抽出来了 看看有没有我们三中泰山队 先抽四个球队 然后一次抽对手 还是之前抽上个小组的 税序 全米现代啊 第一支球队抽出来的是全米现代 看看第二支球队 第二支是卫山现代啊 第二支是卫山现代 接下来抽第三支球队 三中泰山抽到了四一路 第七档啊 第七档 三中泰山抽到了第七档 恭喜三中泰山啊 第七档 咱们一会看看三中泰山的对手 最后一支球队 曼谷连啊 不用抽了 就上一支球队了 曼谷连 就上一支球队了 曼谷连啊 咱提前直刀了 然后接下来抽 第一档的对手 也就是所谓的第五档 看看 全美现代对手是普顶 自铁 抽出来了啊 第一个是对手是普顶自铁 看看 为啥现在的对手 马上出来 为啥现在是川风前锋 川级前锋啊 三中泰山是三级前锋啊 现在他怎么先穿 先抽的第七档 然后回来抽第六档呢 这个有点让我们迷惑 操作了啊 让我们看不懂了 那这不应该睡一首吗 你吃不到 你们上台 他是川级前锋 终日大战啊 淘汰 还是终日大战 这个有没有这个 那么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这个确实 哪有穿第一档 抽第三档呢 卫山现在面对的是 甲府风铃啊 这第二档啊 第二档是甲府风铃 然后上最后一档了 咱们主要是 曼谷连变 面对的是横 横比水手 所有的抽签 也是已经完毕啊 咱们山东泰山 面对的是 川崎前锋啊 出现了争议的一幕啊 这个抽签啊 让我们感觉到疑惑的是 抽完 第一档 然后抽第三档 让我们有点疑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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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